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请节目主持人 赵春 谢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一倍诗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一倍诗 一倍诗谈润保湿水 本节目由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林晴 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 本栏目由只做好中药健康天下人 御之灵特约赞助播出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倍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倍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拿出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打开手机摇一摇 摇微信进入到 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 精美的好礼等您来拿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周明的节目主持 颜品龙 颜老师 欢迎颜老师的到来 大家的老朋友 来自华谊家训的高级副总裁 屈卫屈老师 欢迎屈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类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先来了解一下 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两年多的时间了 可是一直都是保持异地的关系 当初他承诺我说 只要毕业了之后 会回到南昌陪着我的 可是他并没有 他没有实现他当初的承诺 他留在南昌之后 我们俩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 相处变得越来越难 我不知道这段感情 是否还能够坚持下去 到底是我变了 还是他变了 特别喜欢这个短片的调表 真是像一个恋爱当中的女人的那种小幽怨 两年的异地恋坚持下来不容易 这段情感的走向如何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大伟24岁来自江西 是一名公司职员 女嘉宾轩轩22岁 同样来自江西 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这小片里说 异地恋两年了是吧 是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俩是在同学聚会上认识的 就是当时我 觉得它挺符合我心目当中女朋友的形象 我觉得我应该主动出击了 然后我就加她微信 那你们这异地恋是在哪两个城市异地啊 其实是在南宁和南昌 哇 好远 这两年谈得怎么样异地恋 第一年的时候我们还挺好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在读书 我们经常会出去玩啊 旅游啊 在一起的时间是特别快乐的 也很难忘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节目 就是想让老师们跟我们调解一下 调解一下 女生在小片里面其实说到了 等于两年的异地恋谈的 已经很辛苦了是吧 对 现在等于你毕业了对吗 对 你留在 我留在南宁先实习了 她答应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就承诺跟我说 她一毕业就会回到南昌来 甚至于她大肆实习的时候 她都说她会回到南昌实习 可是结果她并没有 最后她是跟我说了很多大道理 就是说 学校导师给她分配的工作非常好 然后就要留在南宁实习 然后我考虑到这些问题 我就说那就留在南宁吧 那但是你毕业之后 一定要回到南昌陪着我 可是没有 她现在依旧留在那一边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导师也帮我分配了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工作 而且我也比较喜欢那个工作 跟我的专业是非常吻合的 所以我就想继续下去 因为我在那边读了四年书 现在也已经工作一年多了 积累了这么多年的人脉和资源 如果我将来回到了南昌的话 我可能真的就一无所有 所以我就想 你学什么专业 其实我是学新闻学的 学新闻的 对 在南宁工作了 对 是广播呀 电视啊 新媒体啊 报纸啊 是新媒体 新媒体 对 你就想让她回去是吗 对啊 我肯定想让她回去 因为一开始我们俩真挺好的 可是我记得有一次 一个月之前 我们俩就说好了 我订了一张 我们俩都特别喜欢的 一个明星的演唱会的票 当天我一直给她拨电话呀 发消息呀 她都没回我 我心里很紧张 我还以为她出什么事情了 后来过了好久 她才跟我说 她来不了了 我就很生气 我当她的面 就把那票给 就是视频的时候 我就把票给撕了 我说你不去那 我也没什么好去的 我觉得她应该考虑到 我的工作的因素 因为当时我还在实习 我的领导给了我一份 相对来说 比较好的一个项目 我觉得这是一次 比较好的机会 如果我能把握住的话 那是不是对我的 将来在职业规划上面 就会更好一些 你认为她不太重视你 对吧 所以你把票撕了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 一个月之前 就已经商量好了的 突然就这样不回来了 我就特别伤心 特别难过 我就心里就接受不了 在异地恋期间 你们总是要放假的 对吧 对 放假的这个假期里面 见面的沟通好吗 一开始真的挺好的 然后后来她去工作了 就是大次毕业之后 她还是坚持在南宁之后 我们就开始 各种矛盾就出现了 去年过年的时候 然后她从南宁回来 本来时间就少 我说陪我逛街吧 她一开始答应得好好的 后来又说 兄弟有事各种推托 做我时代 我说逼得没办法 微信不是有 实时共享位置吗 我说你真的在她家吗 然后我们共享位置 结果她在自己家里面 你不陪我逛街 还要撒这种谎 她说跟朋友在一起 对 她逛街实在是太麻烦了 就女孩子逛街 你说哪有逛五六个小时的呀 我就说逛两三个小时 也就算了 你如果能把这些 有限的时间 投入到我们的 看电影啊 继续会 那还更能交流 对不对 而不是说你逛街 你跟衣服交流 跟手机交流 跟镜子交流吗 你是在跟我交流吗 我感受不到 你刚刚说聚会 我们俩相处时间 已经够少了是吧 我们俩喝个咖啡 看个电影不好吗 去外面吃饭 你还得带你的朋友一起 你知道我一年 也就那么几次回南昌 朋友又那么多 我希望都融合到一起去 因为时间真的是太 明白了 冲突了你知道吗 这个异地恋期间 她关心你吧 之前的时候真的挺好的 就最近啊 我给她发消息 经常就是早上发的 可能到下午才回我一下 我在忙我在工作 然后给她发视频 原本最早的时候 那一年 我记得每天我们都有视频 真的是每天 每天晚上必须的 然后现在因为她说 工作呀 要写东西啊 很晚啊 可能就几乎没有 我只能说我选择理解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来生你想怎么处理 这段感情啊 我就是想 如果她能再等等我 我愿意给她一个承诺 我希望她能够再等等我 不是等你干嘛 什么承诺 你把它说清楚 我想跟她在一起 我想跟她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未来 这更好的未来是什么 你没有任何承诺呀 就是想跟她结婚 是在哪结呀 在家乡 你还是回南昌的是吧 对 那不就没事了吗 矛盾就出现在这里 她 我觉得她现在已经有点 可能等不下去了 因为她老是做那种 坚持那些小活动 然后那些主办方呢 就会问她要那些微信啊 以工作的名义 她每次都没有拒绝 所以我回家的时候 看到她家那么多好友的话 我就很生气 然后我就会跟她吵架什么的 对 也就是说在她的周边 可能有一些异性 是挺喜欢她的 对 因为她长得其实挺漂亮的 是有其他异性 在追你吗 姑娘 并不是说在追我 是这样的 因为我自己也会做一些 兼职什么的 然后可能你认识那边的人之后 我会有更多的活动 做的活动多的话 之后我就有那个钱 能够去南宁找她 而且她自己也有问题 有一次有一段时间 她突然一下就不怎么联系我了 我就心里很慌 我直接就买了票 去南宁找她 后来我玩那手机 就她不注意的时候看 我记得我刚认识她的时候 可能手机通讯录里面的 女性好友 不超过50个吧 然后现在可能几百个友吧 而且有一个 她聊得很频繁的一个女的 她就叫得非常亲密 叫那个女的宝宝 她喊我也喊宝宝 她喊那个女的也喊宝宝 我就觉得 把我和别人是当作一样的 那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啊 其实说到这个事 你说宝宝 我 我叫任何的人都可以叫宝宝 你知道吗 这是只是一个网络用语 只是一个网络用语而已 这个宝宝 而且我跟她的关系你也清楚 当时你也打电话给她 我们也澄清了关系 对不对 我当时要打的你是怎么做的呀 你是不是一直抢 就是不让我打 我肯定得抢啊 如果你这么一打电话 那我跟她其实 就已经 就做不了朋友了嘛 人家就是一个汉子 对不对 我们俩平时还会出去喝酒 并不是说我们两个 而且是我们那个圈子 都在一起玩 对不对 两个优秀的年轻人 在各自生活的城市里面 都没闲着 都各自都有自己的 这个生活圈子 现在在你的生活圈子里 有其他的异性在追求你吗 有 有人追求 他们知道你有男朋友吗 知道 但是他们还在追 是吧 也不算追吧 反正但是我 我觉得我不会去 跟那些男生怎么样 其实我在他那边 第一年 我非常放心他 而且我在心里也知道 他是很爱我 那你什么时候不放心 就是 在我工作了这么一年的时间 我最近看到那么多 人以工作的名利 加他 我真的觉得挺难过的 那你就回去呗 我觉得 在南宁 在发展前景方面 非常好 其实我来这边的目的 我也就是想让我们俩 你还有多久毕业 各退一步 我马上就要毕业了 去南宁呗 我不能去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他是答应我说 他毕业以后就回来 也是跟我父母说 然后我父母才允许 说我和他在一起 当初我考大学的时候 本来都是可以选择 考外省的 但是我爸妈就是 一定要我留在江西 因为我是我们家 独身子女 他当初也是承诺了 所以我才和他在一起的 他现在不能履行承诺的话 那我觉得就算是 出于我父母的话 也不可能和他在一起 得了 回来吧兄弟 我为什么在这纠结呢 因为我觉得吧 我真的回去 你别觉得 你能不能回来吧 我回去真的一无所有 你知道吗 一无所有 从新来过 从新来过 我在南昌 其实我觉得 发展前景不大 我连自己我都养不活 我凭什么回去 我是觉得 一个人比如说 你在这个地方 能做得特别好 你换一个地方 依然能好 有些人就说 我在这个地方 我做不好啊 我换一个地方 我就能做好 依然是做不好 你现在有什么 你告诉我 你在南宁有什么 其实我在南宁 我就特想知道 你有什么 收入上面还是不错的 其实 那你到南昌 一样可以吗 工作也比较体面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真的回来的话 我可能没有 这么好的机会 嗨 行吧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卷 我觉得男孩的直觉 还是很准的 你说他快等不下去了 实际上 确实女孩 等不下去了 你们的感情 从一开始 就设了一个框架 这个蓝图 是已经搭好的 所以你们才能 往上打地基 但是在打地基的 过程中发现 我这个地基 打的这个方向 成不了我规划 那个蓝图 所以等不下去了 而实际上 实际上你自己 也在慢慢放弃 你说那个什么宝宝 她是个女汉子 我们是一起喝酒的 朋友什么的 你会管你的 真正的男性朋友 哥们叫宝宝吗 你吓死人家了 你还是把他 当了一个女性 你还是在你寂寞 孤单的时候 觉得有这样一个 女性在身边的慰藉 让你觉得有温暖 有温度 所以不是他 等不下你了 你自己也快 等不下去了 而且说实话 我也真的啊 觉得你没有 你想象的那么爱他 你说我一回去 他要让我陪他逛街 你说逛街 我又没有什么感觉 我就不想做 我还不如去见朋友 但是他爱啊 他逛街的时候 他开心啊 他希望他爱的 那个男人 陪着他一起逛街 他会觉得那种陪伴 是最幸福的 他是从内心深处 会微笑的 但你不会去在乎 他有没有笑 所以你也没有想象 那么爱他 当然你们基础 还是不错的 如果你能够 放弃你在那边的 所谓的事业啊 回到你们的家乡 可能还有机会 就要看你的取舍了 我特别统一主持人说的 你在南宁能做成 你在南昌就能做成 地理位置不重要 关键是你有没有自信 有没有自信 去成就一份事业 同样要成就一个家庭 你现在其实一点自信都没有 你不仅是说 哎呀我回到南昌 我就工作找不到怎么办 你是在想 背后深层次的还有 我要真和这个女人在一起了 我能给她一个家吗 我能负起这个责任吗 我能不管别人叫宝宝了吗 你还没有做好准备 所以你们的感情 我觉得没有到那个时候 谢谢 谢谢杨老师 异地恋 如果能够成功 最最关键的一点 就必须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谁投奔谁 任何异地恋不解决这个问题 一定会失败 但什么样的人 能够异地恋之后又在一起呢 那有两个先决条件 第一 一定是足够爱对方 我愿意为对方 损失我现在在这个城市 这个地方的所有的东西 第二 不能那么自私 不能把感情和事业 或其他东西来衡量 哪个做出来我值 哪个我做出来我能占便宜 但这些事情 发生在你们身上之后 就成了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谁也不愿意多付出一心 我觉得所有不能解决问题的理由 都是借口 你说你那工作好 能有多好 父母是不舍得自己独生女 离自己很远 但是子女长大 势必要离开父母 那个宝宝 知道你已经有了宝宝了吗 知道 知道 那为什么还能成为你的宝宝 其实她只是一个代诚 并不是说实质意义上的 你别解释了 你自己信吗 我自己信 好吧 你只能骗你自己 我故意她都不信 很典型的问题啊 很矛盾 当你发现她的疫情朋友也多了 甚至于有人追求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可能更多地跟她沟通 更多地到她身边 更多地陪她在一起你做了什么 视频不视频了 短信 微信 回得晚了 甚至于在一起的时候 还叫了一帮朋友 即使用两个人相处的时候逛街 你还自己撒了个谎 自己在家偷懒呢 所以啊 你对她的爱还有那么多吗 没有那么多 何必自己骗自己呢 你也一样 真是那些都是因为工作原因 去增加了那么多的疫情朋友吗 当然是有工作原因 但是我就不相信 如果你心里就只有她的话 别人再 再觉得你优秀的男士 他能再追你 追一次 已经肯定结束了 你一定是或多或少给人机会 给了人希望 所以你也不够爱了 那我们来解决什么问题啊 我们解决的不是一滴恋的问题 一滴恋都是表象 真实的是说 你们彼此已经变了 好 就是感情变质 谢谢曲总 这男生就一直在问女生一句话 你愿意为我守身如玉吗 然后女生反问 那你愿意回来娶我吗 我认为你是有一定的虚荣感 你为什么愿意留在南宁 你说那份工作比较体面 你之所以回到南昌 不愿意陪她逛街 却又要跟那旁所谓的朋友在一起喝酒 也是因为虚荣 哥们在南宁混得不错 对吧 喝喝酒吧 你看我这工作挺体面的吧 对不对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爱好者 对于词语的使用应该是真自卓俱的吧 你会不知道宝宝这种昵称到底是称呼谁吗 我叫你女朋友叫宝宝行吗 你不吃醋吗 不要在这自欺欺人嘛 我相信你跟那个女生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显然已经超出了男女之间应有的距离 就像她 她明明知道那些男生在追她 虽然你主观意望上说 我有男朋友 我不会跟他们发生这些什么 但是你跟一个明明知道喜欢你要追你的人 还在一起长期以往在一起交往 你能够制止住自己情不自禁吗 你也不一定做得到 这个男生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不关心你 不重视你 为什么还要跟你在一起 也是因为虚荣 长得不错嘛 他为什么回了南昌以后跟你在一起吃饭 他应该用不多的时间尽可能地去陪你 为什么还要交上一大帮朋友在一起 你看 哥们不错吧 男年混得不错 体面的工作 还有一漂亮女人在等我 不就是虚荣吗 真正爱一个女人 你一年难得见到她几回 你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花多一点时间就陪她 你无非是虚荣吧 脚踏实地一点吧 所以我认为两个人虽然是年轻人 但思想过于老套 内心又过于地为自己所打算 所以这段情也就算了吧 就这样 决则嘛 老师把这些东西给你们点破说出来 不是要责怪你们 而是希望你们能够冷静下来 仔细地考虑一下 你要选择爱情 在这个情况下 那你就要选择放弃你现在所谓的好的东西 是不是 对女生来说也一样 你想好了吗 就是这个男人了吗 他回到南昌就确实是一辈子了吗 你们把这些一切都想清楚了 你们再说怎么办 好了 我们一起进入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黄金六十秒 其实萱萱你知道 我们这两年时间 其实经历那么多风风雨雨 而且我觉得我们已经快要到达顶点了 我希望你能再坚持一下 再坚持那么一下下 到底是多久 我希望我值得 我绝对会让你值得你等 因为如果你要我给你一个期限的话 现在不能给你期限 第一我不想骗你 第二呢 我是想给你和我之间 多一点沟通的一些方式和桥梁 你知道吗 两年时间其实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了 我们的一些回忆都是特别美好的 对不对 其实我也不想说那么多了 我就想让你等等我 行了 两位请回吧 来 请回吧 来 请关门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后也可以通过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收看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乐视网 PPTV 聚力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接下来我们来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吧 来吧 还有话跟他说吗 确实没有想到他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么 他既然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我就得尊重他 祝他幸福吧 谢谢你 秦辉 其实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我才会觉得 这个节目那点东西才有 要不然为什么叫爱情保卫站 咱们保卫的不就是爱情吗 让他们认清现实 永远比他们自己活在一个糊涂的梦里 要好得多 我们再来解下一对朋友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快一年了 可是我觉得他对我根本不用心 他仅仅是想找个人照顾他而已 我觉得他从来没想过我们两个人的未来 我对他的付出感受不到他一点的回应 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而我像一颗尘埃 如何许下你未来 哎呀 看着这小伙子这样无辜的脸 你跟人都心疼啊 就谈了那么长时间的恋爱 他居然问出了说 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位置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金29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业务经理 女嘉宾小丹24岁 来自山西是一名护士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怎么认识他谈了多久了 就有一次他们单位到我们公司聚会 然后我是这边的对接人 他是那边的接待 正好一天活动搞下来就比较熟悉了 我觉得他挺不错的 然后活动结束以后就主动加了他微信 后来吃了两次饭就向他表白了 那会儿吧就是相处几次下来 觉得他就是也挺不错的 也成熟稳重 他追求我我就答应我们就在一起了 多久了 好了有半年多了吧 才半年多 怎么了小伙子 我觉得他根本没把我当成他男朋友 而且也没有认真对待我们这段感情 就刚开始的时候吧 就是还挺好的 他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呀 微信上经常发给我 就是询问我的意见 我跟他就聊得也挺开心的 但也仅限于刚开始那段时间了 后来就我跟他发微信也不怎么回 跟他聊天 他就有时候回两三个字就把我打发了 就有一次我生病吧 跟他说了一下 其实我是想让他多关心我一下 然后他也就说了两句话 说那你多喝水休息休息 就再也没跟我聊了 那会儿不是我工作也忙吗 所以就是我抽空出来 然后给你回了几句微信 我说你也就是感冒嘛 就是多休息休息 喝点水 睡一睡就好了 你们平常会约会什么的吗 约会倒是约 就是觉得我们一个星期 可能最多就约两次吧 他每次就是只顾他自己吧 每次把约会的地点都选在 他们单位附近那个小花园 然后我每次要坐一个半小时车 等过去以后 就中午就那么点时间 他约了不到半个小时 他就说公司有事 就要着急走 就我觉得我和他是热恋期间 就应该甜甜蜜蜜的 就是挺难舍难分的那种 但是他就给我的感觉 就没有恋爱的这种 就是你是热恋对吧 对 你对他难舍难分 对 你对他也难舍难分吗 姑娘 反正就是刚开始吧 我也是那种慢热的 比较内向 但是我觉得我对你也挺好的呀 而且你朋友就要去吃饭 我也跟上你去了吧 你们俩一起出去玩过吗 有呀 我有一次我们单位 就是组织出去旅游 我觉得正好我俩热恋嘛 正好出去 他老说热恋 一会儿问问他热恋的标准是什么 来你接着说 我们我想就趁这个机会 一起增进一下感情 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事 我就跟他说了 然后他就是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没想的和我一起出去玩 我问你们俩有没有出去玩过 你说有 结果没去成是吗 对 他完全是想象的 为什么呀姑娘 我这个工作不能随便请假 如果要请假的话得提钱 如果我当时缩走就走 如果有事的话 没有人替班的 所以就只能是没有去成 感情最后就是我一个人去了 然后我去旅游那四五天吧 他也从来没有主动给我发信息 或者是问我玩得怎么样啊 都是我跟他汇报行程 跟他分享 你一直在说热恋热恋 你的热恋的标准是什么呀 小伙子 我觉得热恋期间就应该就是聊天的话 就应该秒回嘛 然后就是两个人就在一起特别高兴 但是跟他在一起的话 就是感觉他特别冷淡 就你挺热的 他挺冷是吧 那你们还没到热恋呢吗 就我刚开始觉得他这些 肯定也没个啥 可能他性格内向吧 就是刚开始谈不好意思 后来我发现他根本不是这样 那是你发现啥了 就我用他手机玩游戏 我弹出一个微博提醒 我就顺手点开看了一下 然后我发现这个微博 是他以前用的一个微博 就是他这个微博上记录他好多 就是上一段感情的事情 我这个就看了一下 我发现他不是这样 谈恋爱的时候 我以为是跟我冷冷淡的 是正常的 他上一段感情 我看和他前男友 在那个底下互动挺多的 他是特别热情 他前男友就是加班 他都陪着一起加班 然后还给送夜宵 然后他前男友出差 他还给做那个攻略 请假还陪他 他前男友一起出差 然后轮到我的时候 我叫他旅游 他都二话不说就拒绝了 然后我生病也是 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了 我觉得他根本 就是没把我当成男朋友 你这是属于 吃的前男友的醋啊你 也不算是 你跟前男友分手多久 我们有分了一年多 然后认识的他是吧 对 心里还有前男友吗 现在我们已经 就是说断肝进了 虽然说就是以前挺喜欢的 但是毕竟前一段感情 对我伤害也挺大的 就没有 为什么分手啊 就是因为前男友 就是表现得特别幼稚啊 有时候事就感觉 像是我是他妈式的那种 就特别幼稚 累了 对 你不是挺好吗 你看 你别吃醋了 我是觉得他对他前男友好 我这个不是特别吃醋 就是他可以对我 像他前男友那样也好呀 但是他对我的话 人家不就因为对的好 嫌累了 所以分手的吗 但是我觉得谈恋爱 他没把我就是放在心上 也是没有认真对待 我俩这张感情 哎 我觉得我对你也挺用心的呀 为什么说我对你不用心呢 只是咱们刚开始 我就是这种性格比较慢热 但时间长我会对你好的呀 时间长了我会对你好啊 我觉得他就根本没有用心 因为有一次 我们是一个认识100天的一个纪念日 我那天还在外地出差 我专门晚上赶回来 就是还买了礼物和鲜花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就到他们那个楼底下 我就给他打电话 然后他说他在酒吧和朋友聚会 我当时一听就特别生气 他根本就 你气个啥 他完全忘了我们俩这个纪念日 我等我赶到酒吧的时候 他就和他朋友已经快喝多了 我当时拉着他走 然后他还不跟我走 还跟我大吵大闹 而且更过分的那天 其实是他前男友订婚的一个日子 他根本不是和他朋友聚会玩了 我觉得是因为他知道他前男友要订婚了 他心里面伤心难过 这是你想的还是姑娘就这样 没有 那天我就是跟朋友 就是那些朋友都是好久没见了 句一句吧 完就说去酒吧玩一玩 就喝了点酒 结果他那天来了 什么话也没说 因为这个脸就要拉我走 我朋友都在那边待着 我不能说是把朋友撇下 我跟上他走吧 我觉得有什么事可以在那儿说 他朋友呀闺蜜呀工作呀什么的都比我重要 那你怎么觉得他是因为他前男友订婚而喝多 因为那天他不是喝的有点多吗 我正好把他送他回去 他手机上那个朋友圈那个状态 就有他前男友的一个订婚的那个消息 可是我跟他现在已经是断干净了呀 我觉得你没必要说是 老是拿我前男友跟在这说事吧 我倒不是拿你前男友说事 我是觉得你对待我们俩的感情 就算没有你前男友 我觉得也不正常 就对待我特别冷冷淡淡的 除了冷淡你还觉得有什么不正常的 而且也莫不关心 我觉得才交往半年 应该是那种如胶似漆的这种恋爱中的这种感觉 我完全没有体会到 然后就是你经常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到他们单位去 都是我主动 那你单位那些同事应该挺羡慕你的吧 就是一老爷们坐一个半小时的车 跟你待半个小时 你说走 他就走了 应该挺羡慕你的吧 你的同事是不是特羡慕 就是我们单位 哪有啊 有一次我去找他 就是刚到门口 他看见我以后 他就把他拉着我就走 为啥 后来他谈位同事就问他我是谁 他回答的是我是他朋友 这我才明白过来 他根本就没有把 就是我俩谈恋爱的时候告诉他周围的人 你是他朋友不就是告诉了吗 他说的是普通朋友 我觉得咱们那会儿就是刚开始谈恋爱 感情不很稳定呀 没必要说是 我觉得他就没有打算长久和我相处 告诉他们 我觉得谈恋爱本来就是挺美好的一件事 像我朋友都知道我和他谈恋爱 那可是我也告诉我身边朋友了呀 我身边就是关系好的我都告诉了 只是没有告诉同事而已呀 我觉得就他对我就完全不是对待男朋友 就是一个普通朋友 你是有什么打算吗 今天来 我今天是想让他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 因为我觉得我也老大不小了 然后我家里人比较操心我的婚事 我就想尽快就是定下来 但是他就是从头到尾给我的感觉 就是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也没有说是我不想结婚 我只是觉得现在谈这个环太早 咱们可以再谈一段时间 再来说这个结婚的事 我觉得我现在挺年轻的 我不想太早结婚 我觉得我今天想来 让他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 啥态度 就是以后谈恋爱的时候 也能就是对我就是特别关心关怀 他是来要宠爱的 你们看怎么办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孩说要女生给你一个态度 他的态度不是一直都给你的吗 就是冷冷的 对 就是不关心 这就是他的态度啊 很明确还要他给你什么 那如果一直这样的话 而且他也没有考虑过结婚 那我觉得我没法再记住 我跟你讲啊 他这样的态度两种可能 一 他就不爱你嘛 他刚才说了 他看中你的是你的成熟稳重 而他曾经热烈爱过的那个男朋友 是非常的幼稚像小孩 他说 我和那种幼稚谈恋爱受伤害 那这种成熟稳重的 我是不是就会好一点 他试一试 并不爱你 或者说他也多少爱你一些 这是第二种可能性 但他上一段感情受到了伤害 他说伤害很深 伤害过后 他会有一个应激反应期 他没好啊 他也不敢对下一个男人 付出太多的感情 他自我保护嘛 怕再次受到伤害 这是第二种可能啊 是乐观的想 但实际上 以你们现在状态来看 我觉得你啊 就是一个备胎 好 他也人不错 对我也真的挺好的 又上赶着坐一个半小时车 只为见我半个小时 好 那我就留着吧 反正也没有其他人 在我身边对我好 也没有人喜欢我 我也没有碰到 我特别喜欢的人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想清楚自己的位置 他如果要改变 其实挺难的 而女孩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跟他在一块 你看你上来也丝毫没有 一点点说 看到他还是开心的喜悦的 你是不是就 你要跟也没喜欢过他呀 我是喜欢他 但是我就是这种性格 你是不是就喜欢他和你的前男友不一样 不是 我就是喜欢他这个人 你喜欢他都那么冷 这哪是喜欢的表现 如果不喜欢 早点让人家找个老婆成家嘛 你不愿意做人家媳妇 就让人早点找个媳妇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 来 我问你啊 断干净了吗 断干净了 骗人 真的 你骗他吧 你不能被一个人伤害之后 你要去伤害另外一个人 你之前之余 前男友的那些付出 哇 听起来真是热恋 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 一点也装不得的 你跟他说 时间长了我就会对你好 那浅言之者说 我现在对你不好 而你是清楚的 你们现在根本就没在恋爱 谈什么热恋 我也挺爱他的 你爱他 这叫爱啊 你这种谎言只能骗一个 陷入在热恋当中的这个男人 傻男人 虽然被伤害 但是也绝不是伤害别人的理由 你听清楚了吧 听清楚了 有希望吗 没希望 是啊 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重新找一段恋 结束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你再回答我一次 你爱他吗 我爱 他爱你吗 他可能只是有点喜欢我 所以你到底爱不爱他 不是你说了算的 是被感受方 是否感受到 你不是喜欢他 是因为这个男生还不错 无公害 你的橱窗里面有没有不穿的衣服 有 家里有没有不用的东西 有 那为什么还搁在那 是因为你喜欢他吗 不是 是因为那东西无公害 不占地方 所以你一直搁在那 但我却不用 等到哪一天 你家里要搬新的东西 你喜欢的东西进来的时候 这些不用的东西就会送人 就会搬出去 他就是你那个 你不用 却偏偏说喜欢的 那个物件 但是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我是可以理解 尤其是像你这样 上一段恋爱失败之后 突然之间有一个 无公害的 比较不错的男生 虽然不喜欢 但能够给你带来光爱 也就搁在那 但是面对于 他对于你的这种热情 你无以回报 难道你不愧疚吗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你自己受过的痛苦 为什么要让他 再次去承受呢 你对于你的前男友的付出 得不到回报 他对你的付出 也得不到回报 你尝过的苦 为什么要让他 再去尝一遍呢 你可能认为 我现在说一句 我爱他 对他造成不了 太大的伤害 但是伤害才刚刚开始 因为如果哪天 你又真的喜欢上了 另外一个男生 或者另外一段 真正的爱情 在向你招手的时候 你把他放到哪儿去 他无处安放 即便你说喜欢 你顶多喜欢 那百分之十 如果碰上一个 你喜欢百分之八十的男生 出现了 你把他放到哪儿去 但那个时候 你对他的伤害 已经覆水难收了 那你到底是愿意 做一个那样的恶人呢 还是今天坦坦白白地 说你是个不错的男生 我不一定爱你 但我对你印象不错 仅此而已 是吧 你自己内心很清楚 你自己的心理活动 和情感的取舍吗 好不好 对待一个好人的方式 就是希望他过得好 你也别自欺欺人了 你也别自作多情了 生活当中 有别的女生喜欢你吗 也有 那你为什么不要 你为什么喜欢上一个 根本不喜欢你的人 喜欢我的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也是有一点点小虚荣的 但它不是你的菜 找你的菜去 好不好 就这样 男生啊 爱情因为互动 才叫爱情 我对你好 人情交往 还要你对我好吗 更何况爱呢 爱的那部分索取是更大的 是你对我好一分 知恩的人就说 我得给你二 那想我就给你二点 我认为那是爱 所以女生呢 也不要骗自己 我觉得老师们 有一点说的特别正确 你要不爱 确实不是你的菜 你就赶紧跟他说清楚 你说实话 你爱他吗 爱他 你爱他什么 就是 在他性格方面 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他性格 为什么爱一个人 还要那么冷呢 你爱人家 就有一个爱人家的样子嘛 姑娘 行吧 一起进入到 港中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黄金六十秒 虽然说是有可能 我之前的方式有点不对 对你有点冷淡 但是通过这次 我以后会对你热情起来 我也会对你好的 我肯定会改变的 所以我真的是不想和你分开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可以吗 我觉得经过老师的调解 我现在应该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我也想好好回顾一下 我这半年多 到底你有没有对我 喜欢和爱 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我会改变的 我觉得 你肯定能找到 比我更适合的 请亮灯 谢谢两位请回啊 突然之间有点眩晕的感觉 真的来请关门 这个黄金六十秒 简直就是一个大反转 男生好像突然之间就 冷了 他突然之间热了 热了 老师剃头挑子吧 一头热 生活的事 事事难料啊 今天这个是有悬念的了 太有悬念了 请开门 请开门 来 姑娘 你说一句话 一句真心话就行 你是喜欢这个男生 还是爱这个男生 可能是喜欢他 可能是喜欢吧 你确定你喜欢他吗 喜欢 你是喜欢这个男生 还是喜欢他对你好 一开始是他对我挺好的 但是 行 明白了 他没出来你遗憾吗 好 你想跟他在一起吗 想 那你追追试试吧 好吗 谢谢啊 请回 好了 我们一起进入到 一辈试 爱情保险记 爱情保卫站万事达 爱宝专区的网友 向途老师提问说 我的男朋友对我特别好 我也很喜欢他 但是他不懂于我父母 还有我姐姐搞好关系 我家在中间很难受 不知道如何调解 我该怎么办 虽然母亲和爱人之间 经常发生矛盾 但不可否认的是 母亲永远比你的爱人更爱你 如果如你所说 这个男生对你非常好 我不相信你的母亲 会对他有如此大的成见 所以你应该好好地 审视一下 他对你的喜欢 到底是哪一种 好 谢谢图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 的药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坦润保湿水 本栏目由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特约播出 本栏目由 只做好中药 健康天下人 玉芝林 特约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 海伦凯乐 林志玲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 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 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